我們今天講的虛擬函數 虛擬函數的概念就是說 透過基本類型的指標 產生衍生類別的動作 那我們這邊接下來要提的是說 在用的時候好像很簡單 我只要傳進去基本類型的指標 然後估教這個虛擬函數 它就會自動決定說 到底是哪一個 哪一個 結果會作為輸出這樣 那變異器怎麼實作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實作做生意的時候 比如像在實作做生意的這個 這個總管的函數的時候 在變異的階段我們並不知道說 到底是哪一個 sale的函數會被呼叫起來執行 所以我們這邊好奇的一點是說 變異器怎麼實作 把這個虛擬函數的整個行為給實作出來 那這邊它會涉及到就是所謂的 virtual function table 就是虛擬函數表 virtual function 這是變異器在實作的時候 它的一個方式 那虛擬函數表這邊 假設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上google 然後這邊直接打那個virtual table 就打個virtual table 然後virtual table這邊你就會發現 它這邊有兩個找到的結果 那假設第一個 這是wikipedia上的 假設先不看 我們就看第二個 virtual table這件事情 它這邊就在解釋說 怎麼樣去implement那個virtual function 就是c++怎麼樣去實作這個虛擬函數出來 那基本上實作幾乎函數都是用函數指標 我們之前有跟各位介紹過 什麼是函數指標 在實作虛擬函數的時候 是用函數指標來做 然後這網頁是英文的 所以它這邊呢 就是在解釋說 假設先建構一個基本的類別 然後建構一個衍生的類別 然後基本的類別這邊有兩個虛擬函數 一個是function1 一個是function2 然後之後呢 編譯器在實作的時候 它會建立一些虛擬函數表 去實作出這個虛擬函數的行為 那我們用這個投影片這邊來看 這投影片跟剛剛那一個 那個網頁那邊一模一樣 在這裡呢 一開始的時候我先做了一個基本的類別 叫base 然後裡面有虛擬函數1 跟虛擬函數2 virtual function1 and 2 這樣 然後編譯器在實作這個類別的時候呢 它會自動去加進來一個指標 這個指標呢 是一個函數指標 用來指向這個虛擬函數1 跟虛擬函數2 因為1跟2這兩個函數 輸入的參數都是空的 沒有任何的參數 輸出都是void 所以這個函數指標呢 輸入的部分也是空的 輸出的部分也是void 然後這邊打個信號 表示這個什麼 底線 底線 vpt 它是一個指標 指向一個函數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函數指標 然後編譯器自動幫我們加進來 所以是Compiler Adds A Hidden Point 它會幫我們加進來一個隱藏的指標 然後在這個指標裡頭呢 假設我在產生一個基本類別的一個記憶體 它這裡就會有個指標指過 這邊是一個所謂的虛擬函數表 Virtual Function Table 那這邊呢 Function1呢 就會指到原本實作的這個Function1 Function2就指到基本類別 原本實作的這個Function2裡頭 接下來呢 我們產生衍生類別 衍生類別這邊 假設我這邊是D1呢 是根據基本類別 繼承而產生的衍生類別 然後這邊我只去實作的虛擬函數1 那同樣的 因為它是繼承至BASE 所以它在這裡面繼承了之後 它一樣有這個 這個函數指標 這個函數指標指到一個虛擬函數表 然後這個虛擬函數表裡面 Function1呢 就指到自己本身 這個實作的這個Function1 那Function2呢 它會指到基本類別的這個Function2這邊來 因為在延伸類別D1這裡 它沒有實作Function2 所以Function2呢 它會指向這邊 指到基本類別的這個Function2 那假設我有另外一個延伸類別 叫D2 那這邊它實作虛擬函數的Function2 那這時候呢 這個函數指標一樣指到一個虛擬函數表 那這時候它的Function1呢 就會指為基本類別的這個Function1 然後它的Function2會指到自己本身 所以呢 實際上虛擬函數怎麼實作呢 當它 當我們比如說 傳進來一個基本類別的指標 所以就是看到的是那個Base的這個指標 然後當它要去 假設我呼叫的是Function2的時候 這時候 它就會去看喔 看說這個東西呢 它這個物件本身它到底是 就是有 假設它是由這個D2這邊產生出來的 所以它就會去查它這邊自己的虛擬函數表 它發現說這個Function2是指到它自己的這個設計的動作 所以指到這邊來 那它就會去執行這邊的這個動作 而不會回到這個基本的函數 基本的類型這邊去執行 所以它是透過這個Virtual Function Table 去做那個虛擬函數的行為出來 謝謝